上個月底才被檢舉 在立法院的行政院長休息室抽菸 當時主管機關 台北市的衛生局 稱所收到的是舊照 已經發函 請立法院或黃國昌辦公室 提供最新的檢舉照片在開罰 而今天上午 柯敬明在立法院 參與朝野協商的時候 突然走出了會議室 並在門口直接抽菸 全程都被國會直播的鏡頭拍下 而同時會議還在進行 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時間就在今天上午的 九點四十八分左右 柯敬明在協商的會議室 門口吞雲突兀 而根據淹海防治法第十八條的規定 政府機關跟公營事業機構的 所在場所 室內場所不能抽菸 因此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劉采薇 隨即截圖向霞區內的 台北市衛生局檢舉 並且要求柯敬明應該公開道歉 你中正的 公議 是啊 黨團發言 為什麼第一輪 你等一下就會被發言 他連... 沒有 你連講就還沒講 你還要講第二輪 你還要講什麼 你自己也沒講話 你自己也沒講話 他沒有提說 但是他黨團到啦 黨團到讓你 他不講的是他的事情 我沒有不講 他以前不講話是你的事情 你要第二輪第三輪講也沒有問題 你這樣後面合一支援嘛 不要說我們都贏了 要跟你尊重就跟你尊重嘛 一定會尊重你嘛 可是你幹嘛給我耍這個呢 我在耍什麼 你不是才是過 你才是說接下來輪到我 我已經等多久了耶 三位兄 天地良心 什麼天地良心 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 什麼叫我挑鋼筋 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話 好 可以看到呢 這個韓國瑜院長似乎也是動怒了 那麼就說不要在雞蛋裡面挑鋼筋 不過索性呢 在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朝野協商之後 最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呢 似乎也想要緩和氣氛 甚至他還拿韓國瑜開玩笑說 他有看著他的眼睛來做協商 那麼最後朝野協商也是有個結論 那麼就是在19 20號這兩天 要來開全院委員會 那麼在18號之前 也希望各黨趕快把這個名單送上來 每個委員能質詢10分鐘之後 那麼在通通的這個質詢完之後 就能夠來進行表決 以上是國會風雲的最新現場 不是嘛 你死定我了 你為什麼又繞過去嘛 不是 因為他黨團 其他黨的提出發言 我必須要尊重他們 等他們發言完 還是會回到你身體 沒有 你也要跟他說 你也要跟他說 莊緯 抱歉 現在換黨團來 你稍微這樣講 我會舒服一點 讓人抱歉 現在換黨團 院長 怎麼這樣換黨團 不是嘛 院長 沒有 讓莊緣秀先講 不行 不行 因為你黨團現在要發言 除非洪莫改 他不是黨團嗎 他不是黨團嗎 他不是黨團 他不是黨團嗎 你們說幾次 你說 他們講了幾次了 我都還沒講 我要講重點 院長 我跟你講 我都要講重點中的超級重點 好 現在他們講幾次 現在我們一起來算 第一個 傅昆琦總共講話了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讓我講過話 我沒有 你們三個人不要急 林思銘也沒講話 林思銘也沒講話 林思銘點名要等一下 接下來是我講 你不要叫我 你不要點名我沒見 請你等一下我有錯誤嗎 不是嘛 他回到你身上 你吼什麼 我這個叫吼 你這個才叫吼 那你現在 你這個才叫吼 我也可以挑戰你 你是立委 我是立委 你只能選出來 你叫做院長而已 那你繼續喊 什麼叫做我正去喊 你這什麼態度 我是院長 我超野協商 那你繼續喊 你也可以繼續喊 我挑戰你剛好而已 你喊再大聲一點 你也可以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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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這是我 可以看到民主黨立委 莊瑞雄可以說是相當激動還一度拍桌 來怒蹭立法院長韓國瑜 而最後呢 就韓國瑜呢 也是就是怒喊 就是先休息一下 那麼讓朝野協商先暫停 讓雙方的情緒都稍微冷靜一點 不過就為了這個發言的順序呢 沒想到在朝野協商就開了另外一個戰場 恐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以上是國會現場的最新所席 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說當初會計法的覆義是因為文字修正 要還原歷史真相 這太可笑了吧 2013年會計法99條質疑為什麼會覆義 那就是因為幫貪污處罪化嘛 整個社會華藍嘛 公民團體出來抗議嘛 四個黨團的總召躲在議場背後的想法 等一下 你現在有沒有真的主題再回答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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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只想請院長才是啦 以後大家按麥克風是 別人在講話其他人都可以按麥克風講話嗎 就把規矩講好嘛 不要永遠好像就有人可以按麥克風 在那邊插人家的嘴 在那邊罵人 那問你差點為什麼不止他 因為你在做人身攻擊 什麼叫人身攻擊 你想說這沒有違憲 這個是國會制度 這個是人身攻擊 你可以選定有沒有違憲嗎 這剛才黃國昌打臉你啦 人家在打臉你啦 那兩個人被違憲沒有用啦 要講道理 都在那邊違憲違憲 你是大法官嗎 你是大法官嗎 聽到講講理才好過耶 再大聲一點沒有關係 講什麼人身攻擊 你還要講兩句話 在這一次只有講法案講你 講現在嘗試是人身攻擊 總統在什麼時候存在過 什麼時候就叫人身攻擊 我總之心問他 有反對一天就是人身攻擊 他連內容是什麼都不曉得 好可以讓你看到呢 在朝野學生的現場 現在民眾黨團總召黃國昌 以及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兩個人是爆發了口角衝突 那麼由於呢 就黃國昌在講話的時候 柯建民也跟著發言 也因此引發了不滿說 為什麼人家在發言的時候 可以插嘴 那麼就是這樣 兩方爆發了激烈的口角衝突 那麼當然就在中間主持議事的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希望調停 但是兩個人的戰火 似乎都還沒有平息 我老爹啊 因為他說你 你是民 你是民 話講一半突然頓地 黃國昌呼叫當事人資源 全營前一天 與李明賢 兩人在洗手間的對話 被搬上檯面 沒有總之要上廁所吧 沒有啦 遇到當然都會閒聊兩句 我有建議說是不是有可能 兩黨之間有沒有可能 採取整合的一個方式 他只是講一句 他當然用台語說 你們國民黨怎麼可能呢 布局參選新北 黃國昌向來不避諱 藍營是否願意 合推人選 成最大關鍵 他所謂的讓是說 有沒有可能提出一個 整合的方案 我只說不可能 這裡說的妞 是要藍營禮讓嗎 黃國昌說是誤會一場 自己並沒有這樣講 我跟李明賢一起去上洗手間 然後他就說 這樣子我們可能 還是要想辦法 只有一組出來 然後我就笑著問他 說你們國民黨 願意比民調嗎 還原經過 成果是李明賢掀起的頭 不過潛在的 綠營對手借機數落 稱真假假先罵再說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說自己從沒聽過 裡面以前有問他說 就是接下來新北 是不是在國民黨 會禮讓他 這個我都不曉得 簡單一句帶過 轉身就走 或許藍白河的陰影 在柯主席心中 不堪回首 TVBS的劉俊惠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